近日,来自日本的小行星探测器笋鸟二号,可谓是探测器中的明星焦点,它将给我们带来这颗地外小行星的样本,这也是日本首次采集的太空岩石样本。 同时也让我们见识到了这颗小行星的真面目。 2019年2月21日,日本的损鸟二号宇宙飞船,在向小行星Ryan Goof冲时抓拍到了这张照片。 探测器的阴影在太空岩石表面可见。 来自日本Jax的科学家向我们介绍,H-A-Y-A-B-U-S-A-R,损鸟二号,已经螺旋下降到Ryan Goof龙宫的表面,近距离向散步着巨石的岩石, 发射了一颗0.2盎司5克的弹子弹,并用专门的取样喇叭收集弹射出的物质碎片。 而且任务小组成员,于今天美国东部时间,下午6点半左右,格林尼至时间20-30-30分宣布,发射子弹的命令已经下达,4秒2号已按计划从Ryan Goof龙撤离。 但他们又花了几个多小时,才确认子弹确实发射了,并采集了样本。 H-A-Y-A-B-U-S-A-R,于2014年12月发射,并于去年6月进入Ryan Goof龙。 在今天的里程碑到来之前,这一任务已经与小行星表面进行了数次接触,9月,4秒2号H-A-Y-A-B-U-S-A-R母船,将两架小型跳跃探测器扔到岩石上。 几周后,一架名为吉祥物Maskat的微波大小着陆器也完成了同样的任务。 吉祥物的电池,在地面工作了大约17个小时后耗尽,略微超过了计划的使用寿命。 4秒2号的主要目标是,帮助科学家更好的了解太阳系的早期历史和计划,以及富含碳元素的小行星如龙宫,在地球上,出现生命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。 采集的样本是,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,2020年12月,龙宫号材料,将通过一个特殊的返回舱返回地球。 然后,世界各地实验室的科学家,可以用笔损鸟2号团队,装载在一艘宇宙飞船上的先进,得多的设备仔细检查这些物质。 这次获取的样品,将不仅仅包括今天HAYABUSA2号收集到的材料。 母舰号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再捕获两个样本。 第二次抽样行动,将像今天的行动一样展开,但第三次抽样行动将大不相同。 HAYABUSA2,将向YARG发射一枚铜弹,等尘埃清除,然后俯冲进去,重新形成的陨石坑中获取物质。 这些以前的地下物质将是原始的,不受深空辐射的风化影响。 据了解,今天的样本采集持续了三天,使得原本计划在十分月进行的下潜采集行动达到了高潮。 但是HAYABUSA2的图像显示,Wiago的表面比预期得更加崎岖不平,任务小组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寻找并确定一个安全的取样地点。 其实HAYABUSA2,并不是目前唯一进行的小行星采样任务。 NASA的奥西里斯·雷克斯号宇宙飞船的目标,与索鸟二号类似。 奥西里斯·雷克斯,计划在2020年年中捕获小行星的弩碎片,并于2023年9月送回地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